港股由7月份开始展现出一浪低于一浪的走势,到目前为止,以持续两个月时间,谨慎的氛围已建形成,并且有偏淡的观点出现。 然而,以恒指现时的十倍市盈率,一倍市涨率来看,估值是已到非常吸引的水平。如果恒指再次跌低于25,000点,相信将会引发长线资金进场的机会。因此,操作上建议仍要维持警惕性,要提防短期波动性风险仍有加剧的可能。 但中长线部署的低级买点正在出现。小米01810公布截至6月底指中期业绩。 半年纯利160亿元人民币。按年增长1.4倍。 而官乎第二季表现。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5290万部。 根据Canalus数据,小米的智能手机全球市占率达16.7%。 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名。其中,中国内地市占率提升至16.8%。排名第三。 虽然在第三季仍需面对芯片供应短缺的挑战。 但相信小米有望实现全年两亿部出货量的预测目标。 建议可于24元以下买入。目标价30元。指涉位于20元。